先來報告一下 今天我們那個地號轉地圖構想 大概有一點點的前進 那我先接著介紹一下 早上再介紹一些應用情境的時候 我有準備幾個實際的地圖 那像這個是 在新北市的中永和地帶有一條 現在也不能稱之它為溪流的 因為它已經有整治過 叫瓦咬溝 那它 其實像這樣的一個地級資料 它可能在某一個規劃報告書的後面 它有這個 這個河流所流過的各個地號 裡面可能會有公有地 私有地等等 那它們在報告書裡面 就是一個表格化的呈現 那同時之間這個議題 也會有這樣民間人士 他為了想要把這條河流勾勒出來 所以可能會有這樣比較群眾的方式 來做路上的文史的調查等等 所以這樣子的 剛才提到地號的資料 跟比較群眾上去指認一些 路徑上面的特別的東西 看看怎麼能在這個專案裡面 做一些整合 那所以 之前那個地資料 它也做過一個舊地吧 它就是一個很直覺性的 點一個地方 就可以輸入一個 關於那個地方的東西 應該未來都想 想看看 怎麼樣在整合 怎麼樣 我們題的那個架構裡面 另外再介紹一個案例就是 也是由你做過的一個部分 那像碧潭吊橋之前有一個都市更新案 在它的這個橋墩的附近 所以它的爭議點就在於說 這個畫面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非常高的高樓這樣上來 然後它會臨近這個 已經是古蹟的碧潭吊橋 所以如果你就是疊了兩個圖 一個是碧潭吊橋本身橋體的 河右岸跟河左側的這個結構所佔的地號 然後這個是更新案的地號 那其實在一般的環境運動的團體 它上面它是讀一個 所謂紙本的都市更新案的計畫書 它在上面看得出來有地號 但是它還沒有辦法把他起的地圖 所以我們這個狀態是不要從這個切入點切進來 所以還有像農地管理 因為農地這方面也是跟地號 扣得比較緊 像一些社區之下調查 甚至是像民主民的團統領域 它可能也是用地號來討論說 這個議題怎麼樣去對焦 那之前宇昭做過的 堂產地圖也是用地號來做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做了一點點東西 是在於說 像現在其實蠻多公務員 它也釋出一些以地號為主的資料 像這個是臺北市政府 它自己釋出公有地 所以它的資料基本上就是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都是地號管理機關或者相關的屬性 那我們今天就是 第一次有辦法做一個簡單的介面 就是輸入 現在看起來就是輸入台北市斷小斷 然後地號就有10號這樣子 然後再按一個男生地圖 那基本上就會把這個圖塊呈現在這個頁面上面 所以我剛才有輸了四筆的地號 所以就是有 也不知道 五筆地號 那就會相應的輸出 那現在大家只做到這樣的程度 那未來也有幾個方向就是說 有可能是類似那個天空在光地這樣的一個介面 就是說 除了地號的圖塊的形狀之外 它連帶著相關這個地的一些敘述內容 也可以由這個資料提供端 它就是自己去描述 所以看起來它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像 以色列表格 然後編輯者 它自己可以去給這個地號 例如說你說它是正在做祖師更新 或者不是 這個地號有什麼樣的內容 它自己再去練修定義 所以剛才那個 所以剛才那個瓦瑤溝的狀況可能是說 我有地號的琴策 然後我把它弄成一個地度 那那個文史調查人 他就可以在某一個地號的什麼欄位 去付出一些他觀察到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方向 然後另外一個是DZ 他覺得這個有點複雜 他只是想要得到一個 有第一號的圖片 也可能會一種這樣的圖 就是單純我就只想知道 這個地號在哪裡而已 我不想要做那麼多樣的這個東西 那也可能會有這兩個方向來做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小小進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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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